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面前这两盘兰花 我昨天拍了个普通话版 但有网友想我用广东话介绍这两盘花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 其实我的普通话的发音和广东话都没什么分别 都应该听得明白 面前这两盘兰花是我早几天前买的 其中一盘是蔚蓝 蔚蓝我一直都没有种过 因为我觉得蔚蓝的植株很大 佔用的空间很多 所以一直都没有买蔚蓝来种 其实蔚蓝的花是真的很漂亮 它还有香味 现在面前看到这一盘 它不是很高 它也是和旁边那一盘 迷你蝴蝶蓝的高度差不多 所以我就买了它回来 蔚蓝的花是很漂亮 而且它还有香味 而且这一盘的蔚蓝我买的原因 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好像一些红酒的颜色 很迷人 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一支红酒 很令人陶醉 很浪漫的感觉 红酒我也是很喜欢喝的 所以看到有红酒颜色的花 好像特别有感情 就像这样的 那蔚蓝我是没有种过的 但是买这盘花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标签跟着 然后跟你说是应该怎么种 它这里提到就是 就是18至25度的温度 放在一些明亮的光照的地方 那我个人认为 蔚蓝应该是可以去到30度都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它这里就建议 18至25度是最为理想 那它这里呢 其中提到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两块冰块 放在它的面上 然后让它慢慢溶解 就这样咬水 就是这样淋水都可以的 那我在网络上 亦都有听过 和见过 人家是用冰块去养兰花的 特别是在夏天 亦都有人很强烈地认为 完全没有根据 是会伤害兰花的根 因为它会冰的 雪会冰箱 会冰箱的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要视乎你住在什么国家 我认识一位朋友的朋友 他是在马来西亚 他夏天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放冰块到他的兰花里 所以当我们要下一个结论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国家 不可以说很妄断地说 不行 用冰块是不行 那好像这些大难缘 它的标签都有提到你可以用冰块 那当然是有它的道理 那如果你说好像在英国这些这么冰的国家 那你下冰块就当然死了 如果在一些热的国家 我觉得下冰块应该是有作用的 不要说下冰块 你三十几度 放它进冰箱里 冰一两个小时都可能不会死 说笑啊 这个是 千万不要放进冰箱里 那好 看回这盘蔚蓝 那这盘蔚蓝呢 它花我就很满意了 但它开花的形状呢 就有少少不是太满意 因为它的花呢 开出来的形态呢 是好像仇人那样的 背着的 我又不想见你 你又不想见我 所以你在这一边呢 看花呢 那那边那枝花呢 你只是看到背面的 那你想看这枝花是不是 你又只是可以看到 另外那枝花的背面的 那所以 如果过时过节 就一定不要买这一类型的花咯 因为不要耳头嘛 是吧 好像仇人那样 我不想见你 你又不想见我 那 那 过年过节 当然是要买一些 笑面迎人的蓝花 好像我现在面前这一盘 它开出来的花 是全部都朝着你的面上开的 那这些会好意头一点 而且它的观赏价值会高一点 而且它的观赏价值会高一点 现在面前见到这一盘蝴蝶蓝 它开出来的颜色 好像一个熟透了柠檬的颜色 但在镜头真的拍不到它原有的颜色 它原有的颜色是很漂亮 我第一眼看到这一只蓝花 我就立刻抱着它不放 又抱着它去看其它蓝花 我还有一位朋友同行 朋友就说 你放下吧 我们去吃点东西 我说不放了 要什么被人拿了 我想这些动作 要是一些蓝花痴 就会明白了 那对于一些 普通人来说 可能觉得 这些动作 很尴尬 拿着盆花去咖啡店喝茶 喝完再去贵面付钱 但对于这些蓝花痴 好像我这些蓝花痴 我不觉得有问题 或者有些朋友都可能有这个动作 因为你放下 很快就被人拿了 这这么漂亮的蓝花 而且这一盆花 它的叶很漂亮 它的叶是大比较淡的 蜜绿色 而且它的叶是比较大比较短 我第一眼看到这盆蓝花的时候 我就发觉 为什么这盆蓝花的叶开得这么漂亮 通常蝴蝶蓝的叶都是两边开 为什么这盆开出来这么多叶呢 我看看 原来它有两棵在里面 所以 所以呢 花又这么漂亮 叶又这么漂亮 还有两棵在里面 你不抱着它 你不买它 对不住自己 对不住自己 那我现在还特意给了一个黄色的盆 它 那因为这棵花是黄色的嘛 那配上一个黄色的盆 看下去 观赏价值就更加高 那正所谓 就是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其实花都要靠盆装的 这个盆漂亮 盆花就会更加漂亮 很多时候盆花漂亮不漂亮 都是要 那个盆呢 那个衬托其实都很重要的 特别如果你是用来做摆设的呢 或者放在客厅里 那你配上一个漂亮的盆 那是会 为自己的客厅 增添很多色彩的 那现在这盆兰花 我就放在这里的 这两盆都是放在这里 因为想每天都看到它 那今天呢 还想和大家看一下 我面前这两盆加多利亚兰 是我五月一位荷兰老先生送的 其中两盆 他的花鲲呢 那个花鲲爆开 就是花鲲爆开 有些花跑了出来 有些花鲲跑了出来 因为呢 加多利是我第一次种 亦都是第一次看到 他的花鲲从花鲲爆出来 是很开心 所以我 今天特别拍给大家看 这一盆也是 这一盆也是 花鲲是胀起来的 胀起来的 像气球崩胀那样 然后它就在上面爆 这个也是开始爆了 有花鲲出来了 很开心 是我第一次见 还加多利呢 真是有精油气 因为它长到花鲲 不代表它真的有花鲲出来 它长了牙 你就很开心 有牙描出 那你一直等它有花鲲 长出来 当它有花鲲 长出来的时候呢 你又在等它究竟 会不会有花鲲 长出来 所以养加多利呢 是真是 战战兢兢 很有挑战性 可能在一些热的国家呢 更加多利是比较好种 特别对于我们在英国 光照这么弱的地方呢 真的不容易种 很开心 所以今天 特意和大家分享 它这个花鲲 初初的时候 它有些黑斑 我很害怕 我以为它种了什么毒 但其实它已经很久了 一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这些黑斑 到现在都没有扩散 我想都没什么问题 那它现在还长了两只 应该有两朵花里面 那我在五月拿到手的时候呢 当时它也是有一朵花的 那它现在有两朵花 有两个花包 希望它真的开到花了 很开心 那再过来这边看一看 因为我都比较少做广东话 所以这个短片可以做长一点 这一盘我是用桃粒木炭 种的 那它盘底是有冻的 那它也有两个花鲲 两个花鲲 现在看到有阴影了 有花包长出 很开心 这盘也是我自己 在三月的时候买回来的 很开心看到加多利是有花包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 有种加多利 很多时候它们有花鲲 都未必开得到花 好像公盔一柜 那样 所以还加多利 真是 很战战兢兢 很特别啊 那种感觉 你看到它 对啊 这盘 这盘我上次有介绍过的 它的花包已经有这么大了 我当时说其中一个 球径的花 被我用些棍 以为是骯髒的东西 是滴死了 那它现在有一个花包 很大粒 这一盘是没有花鲲 它一出就出花包 这一盘是水培的 它现在出一只不知什么 不知道会不会是花包呢 或者是花鲲 这一盘是一样的 这一盘是曾经说有粉戒虫 我做过视频的 现在是完全没事了 但是我想我可以 特意去做一个 我是用什么方法 把它完全毁灭了那些粉戒 也是很方便很简单 或者我找一天是特意去做 那它现在是完全没有了 我看到那些花包 也都是有 开始长大的迹象 但是它最后开不去到花 就不知道 因为我将它的植料拆光 那它现在的根 我就是每两天就浸一次水 因为它没有了根 剩下它的根 都是旧有的根 希望它的花是开得到的 但我看到那些花包 是有长大的迹象的 现在这些面前这些 就是我小部分的水培 它们也有很多花筋 OK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拜拜